指定動作 謝謝 在這裡要感謝各位家庭觀眾 在過去的三個星期 陪我們度過了這麼多開心的晚上 所以在這個最後的晚上 我們專門安排了 最強嘉賓和最強主持 說完尷尬的好事 等一下… 你說最強主持 為何沒有了志偉哥和家樂哥呢 所以… 就是最強 好… 我跟你們說 第一集就是那兩個人不讓我說話 這集我就不讓他們說話 好… 沒生氣… 立即介紹嘉賓,好嗎 好… 就說了 其實在過去幾集時 有很多不同的嘉賓 想說很多動聽的故事 很多人都說想他們再說過 由這邊有 家燕姐、美娛姐和翔師兄 歡迎光臨 這邊很長 對,還有這邊我們有… A、B、C、C 真…不好意思 剛才那些我只是跟稿說的 兩位人跟稿說的 應該… 跟稿說… 應該的,比你得識也好 稿還有兩句要說的 還有? 就是… 你倆平時的壞人說得多 你們自己都不知道會否說 我先走了 等等… 周儀… 我的稿沒有這些 你現在在做駕倆 夠了… 各位最強主持 盡情享受 平然你做得好 我們說完廢話了 不好意思 我們開始入正題了 美娟姐… 家燕姐和嘗試是誰 我們先讓我吧 好… 美娟姐 我這邊當然是嘉燕姐殿后 是不是? 今天我說的故事 是發生我兒時的 因為我小時候… 雖然看我這樣 覺得我很乖,對吧? 但其實我小時候有很多鬼主意 我家裡只有兩間房間 我婆婆和妹妹三個在一間房間 我婆婆一定是睡最低那層 我睡最高, 妹妹睡中間 那天晚上又還沒睡得著 我和妹妹倆沒事做, 玩 然後我突然看著我婆婆 妹妹, 找點東西玩 她說, 玩這位置是什麼玩? 我說, 首先你拿紙巾 搓點刺子粒粒 搓…搓了一大堆刺子粒粒 我說,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 你見婆婆睡覺吧 要張開嘴巴 她的鼻孔又會撞鼻 現在我們…如果我們扔到嘴巴裡 就十分 你很壞, 很壞地說, 婆婆 扔到嘴巴裡, 就二十分 如果扔到嘴巴裡, 就三十分 那很開心, 是不是? 然後我們就扔, 糟糕, 扔爛, 扔爛 然後發覺… 婆婆沒有醒過嗎? 婆婆她很好睡, 而且很大鼻寒聲 然後我們就開始扔 小時候不太大力, 是不是? 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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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都真的中了 最多當然是嘴巴, 因為我婆婆很大 扔, 扔, 這樣睡 就是它中了沒有反應? 沒有, 直到我們就開始中鼻子了 因為我們想想太大顆, 進不了鼻子 那我就… 要小顆一點… 對, 出小顆一點 然後就扔到鼻子, 又中了 很開心 十四手 但還要… 但是還要焗蟹 因為你一吵, 婆婆醒來就不能玩 是… 好, 誰知道我疼了, 我扔了一點 一彈, 彈了一顆紙巾 在鼻子上, 婆婆啃, 無法呼吸 扔了一顆… 扔了一顆… 扔了一顆肺 不是, 扔了一顆肺 不是, 婆婆不在了嗎? 不是, 婆婆不在了很久 不關這幾個事 不關這幾個事 對… 然後她醒了, 一醒, 她就… 你倆教甚麼, 怎麼整個嘴巴 但是沒有被其他人罵嗎? 婆婆罵還不死? 但你們一直扮討 其他人讚嗎? 或是… 媽媽覺得你做得好 因為婆婆有很多… 不用交流給我們 我爸爸…我爸爸先讚好 你忍了外母很久 就是… 不用問了, 貴 你們覺得真的嗎? 這些一定是假的 一定的 打開心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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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是真的 不過總經理說到, 我一定要拜他 對, 我也想長命一點 對… 其實我們也覺得是真的 不過總經理說到… 假的無論 很假… 好吧, 今天師君是創意觀 我們就跟著你, 不跟著你 一定輸… 那是假的, 假的 有可能這樣對婆婆 是… 禽獸不住 對… 我們控制不了 後面真、假的兩個字 我們控制得到 對… 因為求生裁判也是你 我們工作人員知道怎樣做 我們的結果… 假的… 真是假的 我們真是輸得底了 因為我們無論如何都跟著總經理 沒錯 真的… 我覺得輸得底是很自然的 這是對客之道 對… 正上來節目, 當然是輸給別人 當然… 真是真的, 也說是假的 那麼多個JV給我做台討 我說… 後… 後面按鍵, 那個就炒掉了 我覺得是後面的事 沒有了, 你們拿不到那一分 甚麼拿不到一分 我拿不到這一題的一分 但我拿了總經理心裡的那一分 真是… 還支持我 還…